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阿南為自家房子設計窗戶造型 他的設計方法如下 以窗戶寬度的兩端AB 昏北為圓心 然後畫虎 形成一個狗 這個就是一個尖狗 然後以半徑 25根號3 然後圓心是歐鐵 25根號3的話 畫虎 那這個虎的話 會跟什麼呢 會跟AC相切 這個如果把延伸的話 我們講的尖狗 他的阿話是等於60度 這個會是一個 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的話 這個是50 這個是100 所以這是50 那所以他這個 切線的地方 這一點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這個如果是90度的話 那這是50的話 那這個就是25根號3 這是25 這是25根號3 25根號3 然後這個半徑的話 畫虎 畫虎 那麼他問說 摺窗戶造型也完成了 第一個 這個試問尖狗的頂角是多少度 那尖狗的頂角我們之前就算過了 這個 頂角西大是等於180度 減掉阿話 那這阿話呢 就是60度 所以是180度 減60度 這個是等於120度 然後呢 然後呢 所以呢 這一小題 應該要選D 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 他問這個 CF CF 是多少公分 CF CF是這個 那這個的話 這個是多少呢 這個是 100 這高的話 等於多少 歐西 這是 歐西 等於多少呢 歐西的話 這個是這個的 根號2倍 所以歐西是50 這是1 比2 比根號3 50 跟號3 那這個 CF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歐西 歐西嗎 他減掉呢 歐西 歐西的話 就是這個 歐的半徑 這是25 跟號3 歐西 歐西的話 是等於50 跟號3 減掉25 跟號3 所以這是 25跟號3 這是歐西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C 第二小題 這樣看 第三小題 他說這個 AC AC 跟BC 還有這個 AD 跟D FE 跟EV 圍層的這個面積 就 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100 100平方 抽出來 乘以多少呢 乘以Aπ 減掉B跟號3 那他問呢 AB分別是多少 好那這怎麼做 這個我們就 這個什麼呢 我們先把這個肩拱總面積算出來 肩拱總面積的話 是兩個什麼呢 兩個那個 這個什麼 扇形 扇形 兩個扇形的面積 就是 這個扇形面積這個甲角呢 是60嘛 那就60嘛 所以總共120 就是三分之二π 我就是二分之一 R平方 這個R的話呢 是多少 是100 R平方呢 Sida Sida的話 是三分之π 三分之π 加起來就是三分之二π 不過因為這裡有重複啦 這個三角有重複嘛 這個扇形 加這個扇形的話 這個正三角形 算了兩次 所以你要扣掉一次 4分之更號3R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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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就是編長A 4分之更號3A平方 100平方 4分之更號3R平方 那這個什麼呢 這個是這個 那個肩拱的總面積啊 扣掉多少 扣掉呢 這個面積的話 這個面積的話 是這個 正三 這個 直角三角形 加這個直角三角形 那就把它看成是長層寬嘛 就是25 跟號3 這是50 啊這個就25嘛 乘以25嘛 乘以25嘛 那本來除以2嘛 除以2的話 是這個三角形的 那有兩個再乘以2 所以就這樣子 我減掉這兩塊 再減掉中間這一塊 減掉中間這一塊 是2分之1都要上來 R平方這R 的話是25 跟號3嘛 R平方7大 7大的話這幾度 這一個的話 這個是30度 這個是30度 這30度這兩個加起來60度 所以這120 120的話 這是3-2拍 3-2拍 好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給他這個 合併一下 我把100平方抽出來 100平方抽出來以後 那我現在的話 這個拍的部分 這個就消掉了 這是 那個多少呢 這個是3分之拍 這3分之拍 加這裡 這裡的話 這個是總共多少呢 總共有 1分之1嘛 再乘以多少呢 3 3再乘以25的平方 再乘以3這 那拍的話 就是這麼多拍 那這 消掉 這消掉 那這25的話 我現在給他除以4 再乘以4 乘以4就100啦 所以是4分之100 的平方 25的平方 等於這個 拍 拍 然後的話呢 這個是減掉多少呢 減掉那個 這100平方抽出去嘛 就4分之1的 平方拍嘛 這樣子 然後呢 再加後面的這個多少 後面的 後面的 減掉多少呢 這個是4分之更號3嘛 那這個多少 這裡有4分之更號3的話抽出去嘛 減掉這個4分之更號3嘛 那100抽出去嘛 然後另外這個的話 這個多少 這個是 25嘛 25的話就是4分之 100嘛 兩個嘛 平方嘛 然後再乘以那個 根號3嘛 那100抽出去的話就變成多少 變成16分之更號3 那乘以100的平方嘛 100平方抽出去 剩下這個 16分之更號3嘛 好那這個合併起來以後這個定義的話 這個3分之1 1 減掉呢 16分之1嘛 等於多少呢 328 G 48嘛 16 減3 就等於4分之13 48分之13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100 平方 48分之13 拍 減掉多少 這兩個 這兩個的話就 4分之1 加上16分之1嘛 16分之5 這16分之5 更號3 我們看看對不對 對不對 沒錯啦 這個答案沒有算錯 所以這個A的話是等於多少 A的話是等於48分之13嘛 然後B的話等於多少呢 B的話等於16分之5 我這樣就做完了 我們來看看 C